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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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绘制出健康和疾病状态下脑的功能 结构 神经网络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图谱 最后达到认识脑 保护脑和创造脑的目标 据介绍 目前人类对大脑开发只有10%左右 即使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大脑的开发程度也只有13% 因此开发大脑潜能成为世界科学家研究开发的热点 中国成为第二十个成员国 加入人类脑计划 就意味着中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保持同步和接轨 同时参加人类脑计划可以极大的促进 我国在神经系细学领域的迅速发展 来共享全球人类脑计划的成果和资源 在人类脑计划中 中国承担的课题主要包括 针刺及中奥对脑功能的影响 汉语认知和脑功能成像 中国人标准脑和疾病脑的功能成像图谱等科研内容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现在播报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